大家好 我是二五班的马然然 今年我七岁了 好 正好这里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吐槽我的爸爸 好 可哥 哎呀 爸爸虽然长得很高很帅 但是扎辫子扎得很丑 好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 我今天扎的辫子好看吗 好 这就是我妈妈帮我扎的 还以为要表扬一下爸爸呢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爸爸说一句 爸爸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扎辫子了 你扎得潮死了 小朋友都笑我呢 笑我呢 好我争取 谢谢爸爸爸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意尽 哎呀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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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雷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 雷雷 可以 以后你每天早上可不可以不要在马桶上睡着 我才不会 我真的抱不动你了 而且太香了 爸爸反江了一句 爸爸 我拜托你减点肥好吗 要回去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 我觉得你太胖了 一家四口就你最丑 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好 谢谢爸爸 不客气 爱你 哥哥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 就是他说我抱不动你了 一句话 是大概是孩子几岁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真的觉得就开始 因为抱就是 那就一直在抱 一直在抱 因为他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节奏 然后到了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 他的体重身高都上来了 我就觉得抱他有一点吃力了 但是还是会一直抱到 会一直抱 就有点舍不得抱不动也要抱 因为之前在网上有一组照片 就是一个爸爸抱着女儿 每年拍一张照片 对 就是到了大概女儿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依然抱着女儿在那个园地拍一张照片 所以我就希望这样的场景 能够永远不要结束 虽然说是真的就是有点累 然后气味有点重 但是 香的 香的 心里是香的 幸福的 是幸福的 心里是甜的 心里是甜的 好喜欢这种 妻子之间的这种 这种 就真的就是朋友的感觉 又是朋友 一时一有这个感觉 谢谢 谢谢马可哥 谢谢 谢谢马可哥